前阵指,不少人大作文章,指香港流价指星不跌的神话过去了。理由是连星11年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终于于2020年下跌了。跌幅1%,当然,跌幅1%可以说是统计不差。 不过,说香港流价指星不跌的神话已经过去的人实际上是在自己制造这个神话,然后在自己否定这个神话。香港流市从来并没有这种指星不跌的神话。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纵然从2009年至2019年年年上升。那也只是点对点的升,即去年年初对去年年底。但是,从年初到年底,并非一路上升,指星不跌,而是有一定的反复。 而合好在年底时中原城市指数比年初高。举个简单的例子。2019年年底中原城市领先指数的确比2019年年年初高。 但是,2019年的最高点不是在年底而是在7月。最低点也不是在1月。而2月,这说明从2019年1月至2月时。 指数是不跌的,从7月至12月。指数是下跌的,楼价从来就不是指星不跌。而是经常出现调整。 不过,长远而言,的确是指星不跌。每一次大幅下跌,都是机会。 不过,没有人知道正在下跌的楼价会不会再下跌。也因此,楼价下跌时,敢买楼的人少了。更多人担心楼价还会再下跌。 2000年至2003年。就让许多想楼底买楼的人倾家荡产。2003年之后。又制造许多了许多机会让许多人赚大钱。 前阵只成为新闻焦点的周星池的天比高就是在哪段时间买入的。 长远而言,楼价的确只星不跌。理由是长远而言,钞票供应越来越多,钞票多了,或买股票,或买楼,总之,资产一定会升值。 因此,有人认为买楼只有买贵。没有买错,当然也有人不认同。他们认为买贵就是买错。只有在最低价买入才算买对。 钞票员